6點15分馬上要帶您關心 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我們帶您看到目前 這是在台北市的即時畫面 您可以看到這個太陽公公 已經從雲層當中露臉了 現在看起來整個天氣狀況 是蠻穩定的 好 我們接下來就要告訴您 今天是10月1號 農曆8月15 從今天開始中秋節 會放連續四天的假期 目前台北市的這個室外溫度 已經來到20度左右 不過在今天是幾乎不會下雨的 主要就是因為水氣減少的關係 好 衛星雲圖 就要帶您看到的是 今天其實還是持續受到了 東北風的影響 但是由於水氣減少的關係 因此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大致來說都算蠻穩定的 好 不過要告訴您的是 在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地區 早晚天氣比較涼 這個低溫大概只有20到22度左右 其他各地的低溫大概是23到24度左右 不過這個時間到了白天之後 天氣狀況大致是比較舒適的感覺 而另外高溫的部分呢 在這個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高溫可能會來到26到30度之間 好 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的這個高溫比較高了 32到33度之間 不過所以說啊 這個中南部的日夜溫差是蠻大的 因為這一來一往 溫度將近差了9到10度之間 所以要提醒這個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注意添加衣物 以免會著涼了 不過在今天其實還是會有零星的短暫真雨 我們就要告訴您像是在花東地區 其實偶爾會下一些雨 好 另外您可以看到包含這個中南部的山區呢 午後則是會出現局部的雷震雨 這個部分要提醒您多加注意 不過您可以看到 到了晚上部分 全台各地整個雨區範圍都縮小了 因此啊 中秋節其實大部分都是可以賞月的 只有在這個東北部 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半部地區 這個地方的這個雲層比較厚 因此如果想要賞月 恐怕必須要在雲縫當中 才能夠欣賞到月亮 不過接下來還要告訴您的是 今天的空氣品質的部分 由於持續受到了東北風影響的關係 因此在桃珠苗地區 整個擴散條件是比較好的 所以相較來說 這個空氣品質也是比較好 不過在南部地區 由於位在的是下風處 因此您可以看到包含雲家南 還有高屏 在今天的空屏部分 都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所以說過敏族群的觀眾朋友 可得要多加留意 好 整體來說 幫您總結在今天中秋節 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其實您可以看到 天氣大致來說 都還算蠻穩定舒適的 不過中南部的日夜溫差很大 這一來一往 其實早晚的溫度 會差到九到十度之間 提醒您要多加留意 不過到了晚間 您可以看到夜涼如水 如果觀眾朋友在今天 有想要烤肉還有賞月計畫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添加異物 另外就是在雲家南高屏地區 在今天空氣品質是比較差的 所以提醒過敏族群的觀眾朋友 可得要多加留意 以上就是在今天的天氣狀況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